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明镜焦点节目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敬请按赞订阅留言分享 并请开启右上角的小铃铛 这样如果有新的节目发布 您便能第一时间收到通知 接下来就请您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每年一到盛夏 中共高层朗朗会前往中国河北省 来参加北戴河会议 这次在佩洛西访台台海军演的敏感时机 却不见到中共高层现身 外界预计北戴河会议应该已经展开 然而七常委自7月31号的八一招待会之后 隐身至今已经10天 北戴河仍然未有任何的消息传出 适逢近来对台军演以及美台关系跌落谷底 外界猜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恐怕会因为近期的国际情势误判 内部斗争 二十大人事布局导致内外两头烧 综合媒体报道 8号中共党媒人民网跟新华社 都报了一条无图无视频的消息 习近平就古巴发生除油罐燃爆事故 向古共书记迪亚斯卡内尔来置位问殿 并表示中方愿为了股方来提供帮助 这也是进入8月以来跟习近平动态有关的第一条消息 尽管这些天来党媒没有报道中共最高层任何的活动 但是始终把宣传习近平的文章放在置顶的大头条上 往年每每进入到8月当中 中共高层都会从公开场合消失 被认为是北戴河会议的开始 今年从中共党媒网站来查看七常委的公开活动 发现都停留在7月31号的国防部八一招待会 因此外界普遍猜测 一众中共前任跟现任的高层 很大可能正在北戴河休假 当局早些年曾经表示北戴河无会 可能只是托词罢了 今年的北戴河会议可以说是赶上了一个纷乱的时期 而预定在今年秋天召开的中共二十大 则是恰逢多事之秋 纽约时报指出 新冠疫情特别是清零政策 对经济跟民生带来巨大的压力 乌俄战争加深了世界大国之间的分歧 中国的立场受到了美国及其盟友的谴责 战争引发了食品跟能源价格的上涨等因素 对北京当局来说都构成了猛烈袭来的挑战 也造成了中国内部的分裂 这些问题再加上台海危机的升级 美中关系的恶化等一系列的危机 估计都会是北戴河会议争论的主题 今年北戴河会议堪称神秘 至今没有任何直接的资讯透露出来 就在外界猜测之际 中共官媒新华社 8月8号突然刊发了一篇7700字的长文 吹捧中共总书记习近平 引领疫情防控取得积极成效 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成绩 中央社报导这篇题为 习近平总书记引领高效统筹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数评的长篇文章 开头就说到 今年以来疫情形势延宕反复 国际环境复杂严峻 中国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 更趋坚举反重 文章表示 中国上半年经济成长率2.5% 第二季经济顶住下行压力实现正增长 而且中国是世界主要大国当中 新冠肺炎发病率最低 死亡人数最少的国家 这篇文章的大多数篇幅在系属习近平 今年3月Omicron变种病毒疫情爆发之后 在主持各项与防疫经济发展有关的 设内设外会议时 以及各项大小视察时的讲话内容 其中包括他所说的 只要我们保持战略定力 坚定做好自己的事 是完全能够化险为夷 化为危机的 文章最后还强调 中国发展仍然处于可以大有所谓的 重要战略机遇期 并引用习近平所说的 时与事在我们这一边 是我们定力跟底气所在 也是我们的决心跟信心所在 并指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 党中央坚强领导之下 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 坚定不移的做好自己的事情 以实际的行动来迎接党的 二十大胜利召开 对此点评分析 在中国明星因为严厉防疫跟经济 迟滞面临到的浮动 重创习近平的名望之际 这篇传闻似乎有为了习近平挽回身旺 巩固他在中共二十大连任的意图 靖传媒也引述中华亚太 精英交流协会秘书长王志胜指出 疫情的问题 经济的问题 还有整个社会稳定的问题 这些都挑战着习近平 更不用说佩洛西的事件 所造成的中美关系的一个 冲撞的问题等等 当然还包括了台湾问题 这些所谓的政治高层们 对习近平的质疑 斗争跟批判 对他的这一个所谓的政治权利 有一定的挑战 另外还有台湾政治大学国关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则认为 今年的问题特别的多 就习近平来讲 面临到三大危机 第一个就是中美关系的恶化 第二个就是他国内总体经济的下滑 第三个最重要就是他们的派系的一个不稳定 与此同时外媒也注意到 8月3号中共中纪委办公厅主任张春生 被调职转任为民政部副部长 近两个月来 中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人士密集的调整 涉及到中央组织部跟中央统参部在内的 至少12个中央部门机构 对此中国问题专家李燕明分析 中共二十大之前 北戴河会议民干时期 赵乐际在中纪委的大管家张春生被调离 边往边缘部门民政部担任副部长 很有可能是赵乐际二十大卸任中纪委书记的前奏 李燕明认为中纪委驻中共中央部门纪检组长密集调整 是中共二十大人士换届的一部分 纪检组长密集的换人 而且多人是跨部委来任职 与相应单位的后续清洗行动密切的相关 另外一方面 中纪委书记人选 也是中共二十大高层人士博弈的焦点之一 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引发中国不满 中国外交部五号才宣布将对佩洛西及其直系亲属 采取制裁的措施 之后又宣布将针对美国采取八项最新的反制措施 政治评论员邓玉文认为 这些反制措施是精心挑选的 表明北京在和美国的关系当中 已经采取更具对抗性的姿态 尽管北京的反制措施 不会对美国造成太大的伤害 但是侮辱性极强 两国的关系只会变得比之前更加的糟糕 根据媒体报道 中国外交部除了宣布直接制裁佩洛西本人及其直系亲属之外 还包括了取消安排中美两军战区领导的通话 国防部工作会晤 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会议 暂停中美非法移民遣返合作 行事司法协助合作 打击跨国犯罪合作 禁毒合作跟气候变化商谈总共八个项目 邓玉文在德国之声的评论文章当中表示 这些反制措施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 佩洛西是美国第三号政治人物 她的访台北京不可能会接受 中美实力已非20年前经历其议长首次赖台访问可比 美国并没有压倒性的优势 美军在台海也没有必胜的把握 1996年导弹危机时 美国两艘航母开进台湾海峡 中国的军演就适可而至 然而此次面对解放军三天的锁台军演 美国雷根号航母转身离开 邓玉文认为 不管美中军方对此是否有过默契 美国很明显不愿升级事态 他很清楚中国已经经非洗笔 文章表示 习近平很清楚不能够有这种破创效应 因为效应一旦形成 此类的麻烦会接连不断 让中国难以应对 甚至会有比西方政要访台 更严重的冲击中方底线的事情发生 北京之所以没有直接对佩洛西访台形成 采取军事干扰的手段 可能是习近平对拜登的误判 无论如何 没有直接干扰对中国民众造成极大的伤害 民意把不满情绪撒向中国官方跟习近平 致使他的权威继上海封城之后再次的受挫 虽然不至于影响二十大的连任 但还是必须要有所交代跟修补 所以才会有所台军演跟对台经济惩罚 也对美国采取报复的手段 邓玉文认为经过此事之后 北京对拜登政府已经失去信任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 谢峰深夜召见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 以前所未有的严厉口气 对美国表示谴责 细数美国应该要负的责任 指责美方说一套做一套 不择手段来打台湾牌 将台湾纳入到印太战略当中 推进对台军售 为台独分裂火动撑腰等等 加剧台海紧张局势 严重的损害中美关系 邓玉文认为北京已经越来越意识到 拜登政府的所谓一中政策 不过就是用台湾来牵制中国 更频繁地打台湾牌 用台湾来刺破习近平 划下的一个又一个红线之后 本来最近希伯的信任也就完全消失 北京能做的也只有对抗 因为北京已经要求过了 不要指望一边跟中国竞争跟对抗 一边又要求中国来配合美国合作 这是做不到的 如今从北京做出的八项反制来看 剩下的就只有对抗 按照中国官媒的解读 这八项交流都是美国更有求于中国的领域 某种程度上确实如此 特别是在军事跟禁毒合作 以及气候商谈等方面 关于台海局势跟中美关系的变化 根据法广报道 法国战略研究基金会研究员 瓦莱利尼凯表示 白宫的犹豫不决让北京做出了选择 拿佩洛西的台湾之行来杀鸡井猴 试图要重建中国曾经有的势力较量 然而中国是不可能赢得胜利的 除非美国放弃 但是如果美国放弃的话 它就会冒着进一步降低其在亚洲的可信度的风险 中国决定以封锁模式来包围台湾的军事演习 来回应佩洛西访台此一冒犯之举 尽管今天中共解放军的力量已经强大许多 但是尼凯认为 中国是没有能力入侵跟占领台湾的 这个无能为力解释了北京反应的暴力程度 中国的军演是为了要展示给饱受封锁之苦的中国人民看的 是为了向遭受清零战略所带来的极具经济衰退 跟前所未有的房地产危机的中国人民展示 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是强大的 在超白热化的民族主义宣传下 军队特别是飞行员总是有可能出现失误的 但是经过这几天的喧嚣跟愤怒 中国应该是再次开始关注其缓慢的经济增长 为中共二十大来做准备 关注其军事力量的发展 希望有一天能够真正来跟华府抗衡 尼凯认为北京要能真正跟华盛顿来抗衡 那一天还很远 对中国政权来说这是真正的挑战 尽管中国政权试图展示起强大的形象 但是它在内部存在很多肉点 并且仍然高度依赖与其不受阻碍的进入外部世界 习近平自2012年上台以来 所采取的侵略战略并不符合中国的利益 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已经严重的恶化 同时台湾的形象却在加强 回到邓玉文的观点 佩洛西访台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已经可以确定的是 习近平至少今年都不会再跟拜登来谈话 更不用说线下来见面会谈了 尽管北京的八项反制 不会对美国造成太大的伤害 但其实侮辱性极强 对世界头号强国来说 它什么时候被其他国家这么给制裁过呢 北京要让拜登政府今后操作台湾议题 会选择一种更谨慎的方式 然而不管拜登有没有其中选举的压力 可能都不会按照北京的要求 来放弃对中国打台湾牌 两国的关系只会变得比以前更糟而已 谢谢您收看明镜新闻台 敬请您点赞 分享 订阅 推荐给您的亲友 更请您点击节目内容 简介于的PayPal链接 支持我们